去年给大家介绍了 微联通QHURA 301W 免拆机安装 i-store OS 很多小伙伴都成功的刷入系统 这个301各方面其实都很好 除了Wi-Fi会相对有一点弱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2.5G 它只有两个实际的网口 剩下的四个就都是千兆的 其实除了301之外 微联通的QHURA系列 还有321和322 两个进阶型的产品 虽然是2022年发布的产品 但是现在也完全不落伍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很多小伙伴都在问 微联通的321和322的机型 是不是也可以刷估价呢 那么今天它来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路由器的金水 首先我们来看 321有6个2.5G的网口 而322除了这6个2.5G的网口以外 还有3个万兆的网口 和一个USB3.0的A口 其实321也有 只是被隐藏到了机器内部 321和322都使用了 马维尔的CM9130的方案 这个是一个AMV8的架构 4核A72 2.2GHz 性能跟9570相当 那么这两个设备都搭配了4G的EMMC 而且支持NVME的扩展 6个2.5G的网口的PHY芯片 使用了马维尔的AQR112 而322的10G的芯片 是3个AQR107的芯片 这么看起来 322更像是321的完全体 好 我们言归正传 本次刷机使用的是TTL串口进行刷机 那么使用串口刷机是需要拆机的 你有可能会失去质保 在这儿大家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那么在刷机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三样神器 第一个就是我们刷机的固件 第二个就是我们USB转TTL的模块和串口线 我这儿用的是CH340 那么你也可以用2303 还有其他型号都是可以的 最后就是一个连接串口的软件 比如说XCL、POOTY 这些是有中文版的也比较方便 这个串口线或者是叫多帮线 一般来说都是送的 注意我们这次需要用到两种尺寸 一般送的都是送的2.54的 我们设备机座上却是2.0的 最好是找商家在多要三根2.0的母 转2.54的弓 如果没有用到这个模块会运动驱动 那么你也可以找你的商家进行索取 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个U盘 那么这个U盘尽可能用2.0的 最好容量也不要太大 16G以下要合适 我们依次去除机器背面的 一共有7颗螺丝 那么这7颗螺丝有4颗是在脚垫的底下 那么有一颗是在质保贴的下面 如果损毁你将会失去你的质保 好取到螺丝之后 我们把外壳轻轻往后一推 那么往上移台就可以顶出我们的顶盖 拆机之后我发现这个3.2也是有Reset建的 那我收到这个机器呢 这个前面版的这个Reset孔呢 其实是毒死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个案 那既然有Reset的牛呢 那么就为我们下一期有可能的无损的SSH刷机呢 就先埋下了一个伏笔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设备 打开之后呢 我们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散热的漆片 散热漆片的顶端呢 有一个支持PWM调速的风扇 那取下散热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SOC和网卡芯片 那这呢前面说过了 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不过眼尖的朋友 相机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呢还有一个2280常驻的M2的接口 那么原厂的固件呢 这个接口是没有用起来的 那么刷完机之后到底能不能用呢 咱们先卖个罐子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U盘 格式化为FAT32的格式 那这里呢就是第一个坑 格式化软件呢 最好用Rufus 使用Windows格式化之后呢 是有一定概率设备无法识别的 那格式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几个软件 放到U盘的根部录下 然后呢我们把格式好的U盘 插到我们的设备上 好我们现在来找我们的TTL的串口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对网口 那321这边呢 我们需要找到主板左上角的串口机座 而321呢 则是在风扇接口的旁边 那这两个型号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从左往右 针脚的依次顺序为TX VCC RX GND 那我们在这呢只需要连接三根线 就是TX发送 RX接收 VCC NAT这一定不要连接 那避免与设备上的供电冲突 大家千万不要连接 不要连接 一定不要连接 那重要的事呢 一定要说三遍 因为一旦连接呢 它大概率会烧毁你的芯片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正确的连接方法 主机的TX接目标设备的RX 而主机的RX呢 是接目标设备的TX 在这呢大家不用担心 RX和TX颠倒之后呢 是不会烧毁设备的 好 我们把两边的线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USB的模块 插到电脑的USB口上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 设备到一个新的CAMICAL设备 我这儿认的是CAM三口 由于每一个USB口 对应的CAM口都不一样 那大家呢 要以自己的为准 如果你的电脑里没有识别到 那大家首先要检查一下 看看是没有装驱动 那么如果装了驱动呢 那么多换几个USB尝试一下 好 连接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TTL软件 在这儿呢 要新建一个串口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填对应链接的CAM口和波特律 那我们的波特律呢 填115200 打开新的串口链接之后呢 我们首先我们先把设备断线 然后呢 确保U盘已经插到我们的设备上 然后再给3R通电 通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TTL软件已经在开始打印数据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要快速按动键盘上的空格键 或者是回车键来打断打印 那我们看到出现这个提示符呢 就说明我们可以正常的输入我们的命令了 好 首先呢 我们要输入USB START 然后加载我们的U盘 那加载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识别道一个新的USB设备 那如果没有正确的识别道呢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USB TREE 来查看一下USB的设备数 那如果没有正确压载呢 那么建议大家重新格式化U盘之后 再次尝试 正确的识别U盘之后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使用这三段代码 进入我们的U盘临时系统 那输入完最后一段之后呢 这个设备会自动重启进入临时系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临时系统的SSH 进行后续的操作了 我们需要在SSH软件上新建一个链接 IP地址是192.168.1.1 用户名呢 root 密码 password 端口号呢 22 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使用这两条代码 通过DD命令 把P1跟P3的两个镜像分区进行备份 那我这里的路径呢 是备份到TMP的文件夹 那备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通过软件 从TMP文件夹复制 到电脑上进行保存 那这呢 一定要注意文件的完整性 那么方便后续恢复原厂系统之用 好 备份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刷机文件里面这两个文件 复制到我们的TMP文件夹 或者是你自定义一个文件夹 都是可以的 那你可以使用VNCP或者FTP一类的软件 那么你也可以用系统自带的web界面 也是可以的 那我这呢 就用我自己的这个软件上传一份就可以了 它非常好用 好 演示完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web后台上传一份 效果都是一样的 只是上传的位置不太一样 上传完整之后呢 我们需要用DD命令把这两个文件刷入对应的镜像分区 kernel呢 对应p1 rootfs呢 对应p3 这里呢 我们需要注意我上传的这个文件夹 我在这演示的是tmp加upnod的文件夹 那么如果你上传的位置不一样呢 注意这个路径呢 要按照你自己的来写 不要一模一样的抄作业 输入完对应的镜像之后呢 我们需要使用这段代码来格式化一下我们的p7分区 格式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同步一下磁盘数据 重启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串口打印的内容里面可以看到 那这个设备呢 已经成功重启 并进入了qwrt的系统 当我们使用网线连接到这个设备之后 我们在浏览器里输入192.168.1.1 就可以进入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S.OS的嘛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升级选项 升级到最新的S.OS的版本 在这里呢 建议最好不选择保留系统 这样呢 刷机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进入S.OS了 那目前呢 这两个系统呢 我其实都用的时间不是太长 那么可能也会有一些bug或者小问题 在大家刷机之前呢 一定要考虑清楚 那么另外呢 如果大家想回到原厂的系统呢 也是可以的 实现方法呢 也非常之简单 好 那究竟怎么切换呢 我们来到TTL串口的界面下 那如果我们需要回到原厂系统呢 我们就要切换到2号镜像 切换完成之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重启 重启完成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已经回到了原厂系统 我们想在原厂的系统之下 回到S.OS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就要切换回0号的分区 那我们用这段命令 切换到0号分区 好 我们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 我们重启 再次重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设备呢 已经在S.OS下运行了 大家看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本次刷机的固件呢 大家可以去LDA的VIP群里索取 那么如果想让我刷机的呢 也可以私信联系我 相应的一些软件呢 我也会放到网盘里 那么有需要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取 好 在这呢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原历啊 Cocora 321和322呢 是有两个存储空间的 一个是4MB的FPI 另外一个是4GB的EMMC SPI分区里面 存放了引导的Uboot 和Uboot对应的ENV配置变量 那EMMC里面 则存放了固件 大家可以看到 SPI里面默认呢 是四个分区 那之前呢 我们把OpenWrt的引导呢 刷入了0.1的分区 而原厂系统的引导呢 在0.2的分区还有一份 那下面呢 是EMMC的默认分区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这里面一共有七个分区 那P1和P2呢 是Boot的分区 P3和P4呢 是系统的根分区 那每个分区呢 有两组实现 双系统备份和切换 P5呢 是原厂固件 用于存放日制的分区 P6呢 是预留的空分区 而P7呢 是原厂系统 实际运行的根分区 那我们之前 把第三方的固件 写到P1和P3 保留了P2和P4 作为原厂分区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修改Boot CMD 来切换两个系统 好 现在看到这儿的小伙伴呢 都应该已经学会了 如何把Cocora的321和322 刷成自己想要的系统了 那和301一样 这次的321和322 也可以非常方便的 切换回原来的系统 那么去年的301呢 已经来到了一个 非常划算的价格 那么今年的321和322 也有一定的优惠 那么当然 如果你嫌麻烦 你也可以把你的设备寄给我 最后呢 提醒大家一句 刷机有风险 动手需谨慎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路由器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感谢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